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朗读的文章是 找到柴米油盐中的那份安详 作者,红衣法师 智慧来源于生活,有作用于生活 人只有对人,对事都看得清楚 才能增加处理事情的能力 从而生活得更宁静,更简单 红衣法师弘扬佛法云 欲得佛法实意,须向恭敬中求 有一分恭敬,则消一分罪业 增一分福慧 内真诚,则外恭敬,表理如一 佛法真实利益是消业障 业障一消,则烦恼、忧虑、牵挂、分别、妄想 乃至于身心疾病都没有了 增福慧,自己聪明伶俐 对人,对事,对物 比过去看得清楚 一切作为很恰当 这是慧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但必须把业障消掉 障碍排除才行 佛家修行讲究开示 明示只是表面的 只有人的内心开示了 领悟了 才是真的消除了业障 得到了智慧 赵州禅师也不例外 有一天 几位僧人前来问禅 第一位学生问道 大师 弟子刚刚顿入空门 请求大师训会 禅师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反问道 你今天吃粥了吗 学生恭恭敬敬地回答说 吃了 赵州禅师指示道 那你洗波鱼去 听了赵州禅师的话后 第一位学生由此开悟 第二位学生也走上前问道 弟子也刚刚顿入空门 恳请大师不吝赐教 禅师不打反问道 你来了多久了 第二位学生回答道 弟子今天刚刚到 赵州禅师再问道 那你现在吃过茶了吗 第二位学生回答 吃过了 赵州禅师指示道 那你就到课堂报道去 第二位学生随即也开悟了 有一位在禅师身边 生活了十几年的学生 一直无所获 于是也趁机上前问禅师 弟子参学已经有十余年 但是没有得到老师的开示 直到 今天也想请禅师教诲 赵州禅师听后 装作大惊的样子说道 你怎么可以这么冤枉我 自你来到这里 你每天拿茶来 我喂你喝 你端饭来 我喂你吃 你合掌 我低眉 你鼎里 我低头 我哪里没有教导你呢 你怎么可以 胡乱冤枉我呢 学生听后 开始用心去领悟 赵州禅师所说的话 赵州禅师见状又说 如果你刻意地去参悟佛理 那你的思维与真正的禅理 会越来越远 学僧好像有所悟 问道 那么到底该怎么做呢 禅师指示道 用一颗平常的心去感悟 如果你能谦虚修行 生活就是佛 学僧顿悟 修禅是为了获得心灵的宁静 思想的开阔 但是 如果参禅悟道 脱离了现实生活 也就失去了 最本质的意义了 生活中的所有事情 和参禅的道理是相通的 所以 不管做什么事情 一定不要脱离了 原汁原味的生活 只有这样 你所做的事情 才会更有意义和价值 感谢观看